咱们继续讲查询 上节课只是讲了一小部分 只是介绍一小部分 这节课继续讲查询 然后讲他之前我先把怎么着 我先把数据库的数据添一部分有点少 有点少来多添一部分本地 我直接通这填了 然后添加一部分 然后这块变成 然后张博之 然后密码123 然后他是香港的 完了之后姓别为0 然后是女的 0是女的 1是男的 然后大概有20来岁 还有谢霆锋 谢霆锋 密码345 然后也是香港的 然后他是1 然后完之后是33 再找一个是 再找一个谁呢 找一个写名字 想谁呢 陈冠西 陈冠西 陈冠西是什么 冠西 然后呢 单密码是678 那他也是香港的 然后他也是男的 然后30 30 40 30岁吧 然后还有什么 凤姐 凤姐 然后七八九 然后他是他现在是美国的是吧 然后完了之后是0 然后凤姐有个 凤姐比较比较年轻 16岁 好 再找一个 再找个演员 谁呢 最近比较火的 有 西里哥 西里哥 然后999密码 然后他是河北的 河北 然后按着1 这块写个1 他有40来岁 然后保存 好 这么多数据够了 好 写完之后 Windows加 CMD 然后买Circle-u root-p 回车123456 回车 然后Use BBS下方言User 不是必须 还用BBS 有它用它 然后selectse select新from BBS下方言User 回车 这么几条数据 好 这么几条数据之后 接下来看咱们继续查询 咱们上节课 只是学了一小部分 咱们讲个比吞和and 比吞和and 来 继续 比吞和and 我怎么写 se 我查一个是年龄 在年龄 在30到40岁之间的人 30到40岁之间的人 好 这么查select select新from BBS下方言User from这个表 fromUser表 然后写一个where where 他查的年龄是不是 A着 让where A着做条件 然后比吞B B1 B1TT W1N 比吞30 and40之间的回车 语法报错 看到在哪 比吞 B1T W1N where A着 没有错 selecting from 这个表 然后 B1T W1 B1T W1N 拼错了 这话 回说 这样怎么着 就把30到40岁之间的人 查出来了 这是一个比吞按的用法 它可以取区间值 可以取区间 说完它之后 还有什么 还有个out的用法 然后再写个 selecting from什么 where where A着 等于多少 V A着等于 等于40的 然后或者是 A着等于多少 等于一个50的 回车 就把什么 把40和50的 年龄为4050的 给查出来 它们两个人是或者的关系 这个是取区间 比特按的是找中间的部分 out的用法是或者 好说 之后 再写一个不等于 然后select selecting from BBS 向user 然后 vh 然后不等于50的 给查出来 回车 A着不等于 少vr vh 121 回车 怎么着 把50的给排除掉了 它是取反 取反不等于50 好 这个不等于也很简单 再说一个 再说一个 再说大于号小于号 是怎么回事 来 大于号小于号 vh 大于号 小于号 然后50的回车 怎么着 他也是一样 给凹的用法是给什么 给不等于 给不等于的用法是一样的 给取什么取飞 然后不等于5 什么年龄不为50的给查出来 然后说这个东西 再说一个印的查法 印 然后查什么 查 海岸里来查 然后select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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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务 让我们bps 然后下行 user vh 印 印什么 印写个 18 逗号 16 然后逗号 逗号 17 然后 回车 怎么着,就把年龄是16,17,18的给查出来 就是印什么年龄在这,在这,在这个小块里边的通通查出来 这是印的用法,这是印的用法 刷印的之后,我再说一个like模糊查询 like模糊查询,se,lct,select,select,from,select,from,bbs,向言user,where,age,不写age了 addr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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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用like看.like,like,以号导演起来 然后百分汇二,我百分到谁,我百分二一个,fach,of,然后位空,不能怎么什么 你看,百分二余,它怎么你箱结尾的没有 我把 Preemiji,我们相信在我睡室的后面 这怎么办了就把一箱开车给查出来这是模糊查询这是模糊查询好 再来再来用法模仿这样的我前面再加百块号了让回车也可以查出来 我再加个你看我加一个河加个北加一个北 北回车怎么只要带北的都给查出来都给查出来这是模糊查询这是模糊查询 好这是一个这是模糊查询刷它之后还有别的吗再出来它有升序和降序查询升序和降序查询然后我爸我爸A给个排个序怎么排序SE SE LCT select 星辅让母BBS 向A user 然后给他写一个叫什么order by order by order by排序 order by 什么根据A的排序 回车 怎么着 他是不是 升序排的 升序 1617这么去排的 这是升序排法 然后降序只需要selecting from BBS user 什么order by age 然后写个什么 写一个 DESC回车 这就降序 默认我什么都不加的话 默认什么加的话都是升序 升序其实ASC回车 ASC 这块 DSC干掉 不要 ASC 默认如果说你不写ASC的话 怎么着 它是 升序排的 如果加上DSC呢 它就是 降序 降序 这一点 说他肉再说一个Limit用法 Limit 查询几条 查询几条 这条法 select selecting 辅让我们BBS 相信user 然后 写一个 Limit Limit 然后写一个 5 逗号 5 回车 这什么意思 从第5条开始找 从第5条开始找 留5条 留5条 你比如说我把ID改成 改成他们 正规的 然后这块变成 2 3 4 5 6 7 8 9 10 保存 再去查 怎么着 2345 顺序有问题啊 来 直接看一下他这里边问题 回车 怎么着 他是这块乱了 这块已经乱了 不用管他 不用管他 他怎么着 1 10 9 8 7 他从二开找的发现什么 发现什么情况了吗 发现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第5个12345 从第5条开始往后 然后取5条 12345 那我想取3条 我想取3点 回车 这样就取出了3条 然后我这样 Limit 我写个3 写个3 啥意思 1 到几 1到9 怎么着 把前3条给取出来 给取出来 我写个 这样写 他给哪种写法一样 给哪种写法一样 给这种写法是一样 0到3回车 是一样的 给这种写法是一样的 这是取几几条 这块Limit 可以用在分页 可以用在分页 分页的时候会用到Limit 会用到Limit 在讲分页的时候 我会再去说Limit Limit这个事 说它之后 再说一个东西 分组 分组 分组用到什么 用到groupby groupby 我根据什么分组 我根据address去分布 根据address去分组 根据地址去分组 然后select se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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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aum bbs 下网页user 然后group goup groupby address 回车 他就把去重了相当于 怎么弄了 就把重复值给去掉了 就什么 只保留一个 这是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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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分组之后 再来说给大家 说一个东西 叫做count 对结果集进行 查询一个总数 总数 你看怎么写 我看一下这条总共有多少数据 咱们刚才写的 咱们肉眼看到了 总共有十条数据 怎么查出这十条 se lct select count 然后 count count 然后from bbs 下网页user 回车 总共有十条数据 这是总共有十条数据 这就是所谓的查询 查询还有 还有下节课会讲到 左查询 右查询 还有内联外联 那就是咱们下节课所讲内容 然后呢 我再教给大家一个东西 叫做起别名 起别名咋回事呢 看好了 我select 查询所有 查询所有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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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哎咋回事 等会儿 有问题 s 好 select select 新 from bbs 下网页user 回车 起别名 大会是你看了 我把约内部起个别名 select select 什么 user name as name from bbs 下网页user 回车 怎么着 我发现什么 我就把内幕 什么把 username 给起个别名 如果说你名长的话 你可以这么去搞 as 是起别名 是起别名 好吧 咱们这节课暂时先讲到这 我还得了 我还得了 我功能 儿子 我还得了 journal 我们来自民 柄 回车 自民 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